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施艺师 我最近才发现啊 原来很多人还不知道拔罐是用来干嘛的 最开始接触拔罐的时候 我以为这是亚洲人的餐物 因为最近才发现 其实欧洲人他们也知道怎么拔罐 那他们使用拔罐的时机呢 跟我们用起来其实差不多 例如说感冒啦 然后咳嗽啊 气喘啊 或者是肌肉酸痛 那拔罐的原理很简单 其实就是促进血液循环而已 那为什么光是一个促进血液循环 就有很好的疗效呢 其实我们身体的器官跟肌肉呢 都需要正常的工学 才能把肺部代谢出去 然后把养分送进来 这样细胞才能存活下去 就像城市里的道路要通畅 物流才能进出 你想像如果你家的门口被你每天所产生的垃圾堵住了 人没有办法进出 垃圾出不来 你也没办法出门买食物 或是送餐的也没办法进去 你不饿死也只剩半条命而已 拔罐呢就是靠这个吸力把维血管给破坏掉 再把这些垃圾呢从肌肉的深层吸到皮肤下面 再被身体代谢掉 所以拔罐能清除肌肉里的淤血 拔完才会有淤青的印子 一周左右就会消失 肌肉里面的工学正常 它就能自我修复 所以拔罐就是一个 帮你身体加速修复的一个治疗手段而已 大家对拔罐有比较了解了吗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或是私讯我也可以 我们诊所有提供拔罐的服务 有机会的话欢迎来预约 还有 我们下期重联赏 对 过